本集消费者来便利超商 最常做的事就是买鲜石 而这几年便利超商跟民店合作 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行销策略 以这家便利超商来说 他们跟五星级饭店所合作的鲜石 也带动了业绩的成长 我们来听一下业者的说法 我们现在合作的对象 都是像五星级的饭店 或者是有米其林的等级的一些业者 所以大家对口味 还有在呈现的方式都非常的讲究 我们都会创造一些市场新的话题 那有不少消费者会愿意来尝鲜 所以都会带动我们相关类别的业绩成长 一至两成 我们来开发差异化的商品 跟我们的店点数比较多 那我们希望消费者可以不受时间 跟地域的一个限制 随时想要吃一些餐饮名店的美食 到我们的便利商店都可以吃得到 连名鲜石的部分平均都可以带动 就是我们的相关品群的业绩成长至少两成 超商跟米其林餐厅合作 其中最大的优势 就是可以借由米其林餐厅的名气 拓展更多的客源 以这一家便利超商来说 他们从2018年底 推出自由的鲜石品牌 之后每年都成长一到两成 连带也推升整体的业绩 以上就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况 和您掌握的最新情况 感谢观看